華麗飾品一次排開 璀璨奪目 但想買黃金金赤 荷包也得夠深 畢竟國際金價狂飆 一度衝破每盎司2400美元 折合台幣超過7.8萬 瑞銀和高盛等華爾街投行 也紛紛表示 看好黃金後世 國內的金價也不斷突破新高 像我手上這個金塊 年初的時候價格是40萬 現在已經漲到快48萬 根據台北市銀樓公會 國內黃金牌價4月15號 每錢9520元 隔一天又漲到9630元 距離萬元大關越變越近 銀樓業者說 現在許多打算結婚的民眾 都敢在價格更貴之前 急忙搶購 因為他怕他五六月買的時候 那又會多了兩三萬塊錢 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想要結婚的新人 因為他就是說結婚 黃金的結婚套組是必需品的 專家分析金價飆升 不單是因為地緣政治風險 推升避險需求 更重要的是 美債價格持續大跌 導致多國央行外匯儲備 蒙受損失 於是增加黃金庫存 作為存地 其中俄羅斯央行 中國人民銀行 影響最為顯著 兩國都在進行 去美元化操作 賣出美債 賣入黃金 而俄羅斯更因為入侵烏克蘭 被西方國家凍結外匯 只能選黃金儲備 中國民間則是本就對黃金 有一定需求 這裡一年多以來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需求量也增加了 大概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 但金價不斷飆出新天價 專家也市井要留意短線震盪 如果想投機追高 勢必謹慎 目標若是長期儲蓄 定期定額 依舊還是不二法門 觀看